有大人哥加油真的不一樣 聯發科今天衝上了600塊 國王信華更是達到了1980塊之上 普瑞直接亮燈漲停 另外大人哥在大人哥玩股教學單元當中 早早帶大家來關注 3加3等於無限大的鴻海 更是交出了最狂9月最佳第三季的成績單 今天也大漲超過了半根 趕快請教大人哥光輝十月行情如何繼續掌握呢 大人哥 好那就請看今天的朋友解盤 大家好 大家好歡迎準時收看10月5號星期三的忍者無敵古魔力 我是主持人德宇 趕快邀請到的是我們面面俱到的大人哥 摩爾頭顧陳坤仁分析師 大人哥你好 德宇好大家好 邀請大家每周一到周五早上的8點半 務必要鎖定大人哥早點名 因為大人哥早點名啊 點來點去真的就是專點標股耶 之前我們不說了 光看這一兩天大人哥說IC設計要加油 聯發科連牆了兩天今天重返了600塊喔 另外呢 股王信華今天更是衝到了1980塊之上喔 還有普瑞直接亮燈漲停了 所以親愛的觀眾朋友 務必要鎖定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訂閱按讚分享同時記得打開你的小鈴鐺 那麼除了大人哥早點名之外啊 大人哥玩股不定時推出的這個教學單元啊 也帶給大家很多大人哥自己賺錢的獨門 撇步啊獨門方法 那麼大人哥除了帶大家找標股來賺錢之外 也不忘記要提醒大家 目前的盤勢還不算是真正的穩定下來囉 所以在獲利的同時呢 也別忘了要注意避險 那麼這個時候股票期貨 就可以來雙頭並進多空操作了 當然我們要繼續請教大人哥囉 目前這樣的一個盤勢 怎麼樣可以獲利避險同時來兼顧呢 大人哥 好 那今天的行情我覺得非常非常重要 那我們在講行情之前的話 我覺得還是要先把剛剛這一頁的投影片 先跟大家做一下說清楚講明白 因為剛剛也就如德宇所說到的 大人哥玩股的影片 真的是我把我自己的賺錢工具拿來跟大家做分享 所以務必第一時間 請把我們的這個影片先按暫停 然後按一下訂閱 把我們的YouTube把它訂閱起來 那加開小鈴鐺 你就可以在我們影片上片的時候 第一時間收到影片推播 比方說像是8點半 你會收到我們的早點名 甚至是不定時 我們會有大人哥玩股的影片教學給大家 那教學影片的話 其實我還是要跟大家重申 最近的行情似乎在漸漸走一個回穩的過程 那回穩的為什麼主要原因 有3點等一下跟大家做說明 可是就算在回穩的過程來說的話 無論所謂的像目前的多空頭的行情 一定要還是要請你做好所謂的 避潛這樣的操作 因為行情畢竟是震盪的 所以有一些相關的部分的話 我們會在下半段 就是聚保期跟大家做相關說明 那我們就直接回來到行情的部分 那行情你會發現說 其實我們最近不斷跟大家提醒一個重點 就是說 我們如果盤點一下最近的一些盤面的利空 竟然有超過十幾個利空 到了今天的話 報紙還在利空 利空 不斷利空 可是你會發現這件事情 就是像禮拜一好了 禮拜一的那個瑞幸 就是瑞士信貸它原本號稱要破產 對 然後台股就再多跌了一天 跌了100多點嘛對不對 如果印象還深刻的話 對 沒錯 可是結果沒想到人家美股沒跌啊 人家美股是利空啊 那你的美股的話 我把那個視图切出來給大家看 美股的部分的話 如果你看喔 這個這兩天公布的經濟數據 像是ISM製造業指數 然後呢 它就是一個 幾乎要趨近於那個榮庫紙 50那附近那個邊緣 已經跌到了近期的波段新低了 然後呢 你會發現說 其實在今天清晨的話 美股又大漲 那我先講那個ISM講完之後的話 它美股漲了一天嘛 然後結果今天的話 又再漲一天 然後呢 今天的這個新聞叫做說 8月份的職缺數大減了111.7萬人 降至了兩年半來的新低 還是利空欸 對啊 表示就業市場降溫 然後呢 結果竟然他說 因為有可能那個聯準會 會有這種所謂的那個 鷹派的這個動作 去做趨緩 那甚至像是澳洲 他說他們原本之前 大家預估說要升兩碼 可是他們這次升息的話 也只升了一碼 所以看起來 市場上面對一些相關的利空 不再去做一個反應 甚或是說呢 反正就是這個利空 最壞最壞就是這樣子 那反正有一堆的利空 不斷不斷測試底部 測試底部 測完之後呢 那就展開了一波所謂的 反彈的行情 所以你看一下這個四大指數 剛剛這個四個很重要的 這個圖片的部分的話 這是 那是一個指數 然後跌升反彈 連續兩根紅黑胖 當然它上面的月線 依然是反壓區 然後呢 也帶動了 我們現在目前的台股 也是從低點這邊 13,273點這邊 去做一個反彈的行情 這邊已經漲了大概接近500 500多 大概接近600點左右了 那當然 但我也老實說 目前來說的話 這邊指數的一個狀況 叫做是往上 我這邊好像之前畫過 來 這邊往上的壓力區的話 你會發現喔 在這裡 在大概9月中下旬 這邊有一個空方的缺口 甚至像是這個月線 依然是一個反壓的地方 所以就指數的角度來說的話 今天的大盤上漲了224點 然後呢成交量也溫和的回升 放大到了2325億元 那這個是一個目前 等於說 由全資股的帶動的反彈的行情 那我們昨天也跟大家說到了 我特別還把這個圖 那個有圖的真相 把它揭露給大家看一下喔 就是 昨天的當然哥早點名 或者像是這幾天 我們不斷不斷跟大家說 哪一些個股 你可以留意 哪一些個股的話 現階段有機會 然後呢 一不小心 就是我點出來的股票的話 都通常會變成是一個 盤面上面資金的一個焦點 這是昨天有沒有 這是10月4號的當然哥早點名 那每天早上8點半 然後呢我就這邊說 IC設計回穩巨人器 然後呢指標股聯發科 請聯發科加油一下 因為聯發科只要一回穩 就會帶動整個 IC設計的族群往上去做攻擊 因為IC設計很重要 他股本輕 然後呢他的成長高 那雖然當然現在目前 還是有一些所謂的 庫存調整的問題 可是如果在現階段來說的話 很多股票都明明是好股票 聯發科也是啊 我常常就說啊 他今年的EPS可以看接近80塊 明年就算再差再差 再再再差的話 也至少都有 接近70塊左右 那聯發科等一下講 繼續回來到 試圖的部分 來試圖我先講完一下 你會發現說 我們之前跟大家說到的 我現在目前台股回穩的關鍵 有三個很重要的地方 來那個叫做外資 要能夠止賣 那我不求他們趕快把 不求他們買回來 你只要止賣就好了 來第二件事情的話 就是新台幣匯率能夠要出直貶 所以你看今天到目前為止 下午3點多的新台幣匯率的話 今天還不錯 還大升的大概1.8角左右 之前最低到31.9 甚至要測32塊的整數關卡 可是你會發現說 其實這兩天的新台幣匯率 也漸漸的是那個直貶緩升了 那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現象 那另外我跟大家說過 那個美股能夠直跌的話 其實就對行情有一個 那個穩盤的效果 所以現在目前的話 這三個 這三個我們跟大家說過的指標 已經漸漸的有回穩到 直穩的三個很重要的關鍵的價位了 所以你會發現說 其實我們之前點給大家的股票的話 也都在我們點名詞之後 也有比較屬於強升 然後大漲這樣的過程 所以你看聯發科 他到目前為止的話 今天來挑戰600塊整數關卡 然後今天的話漲半根 也幾乎漲半根停板 昨天 昨天已經是漲了快 應該這樣講 兩天就漲快一根停板了 那現階段來說 就算他真的漲了一根停板 我也覺得他很委屈啊 可是他委屈的過程來說的話 這是外資正在做的事情啊 所以 現階段的話請大家稍微留意一下 聯發科如果能夠回聞 然後你會發現說 其他的個股的話 也漸漸的有這樣的現象 順便講一下鴻海 等一下一定會再跟大家說說明 鴻海今天也是大漲4.3% 人家明明是 那個轉型中的鴻海 9月份的營收超漂亮的歷史新高啊 8000多億的營收啊 那大家都委屈啊 所以委屈的過程之中的話 只要有一個 外資不要再賣了 然後呢 自然而然就會有一些低階的 麻煩去做一個進場的動作 所以 鴻海也回聞啦 然後呢 這個台積電的話 台積電我也覺得他蠻 委屈的 那委屈的過程來說的話 當然外資賣之外 還有我們自己的國內散戶 還是太 太愛他了 那至少目前看起來 如果我們再看一下 禮拜六的狀況 能不能散戶再少一點 對他會 會更好一些些 那另外的話 我講很重要的就是來 5274的信華 我們的股王 是 信華在這幾天的一個打底的過程之中的話 他也帶來了一個叫做 匯集人氣的效果 因為 行情要回穩的時候啊 必須要穩人氣 必須要讓市場上面有一些信心 可能會回來 所以 拉個指數 那像今天的話拉了200多點的指數嘛 然後呢 拉個一些比較屬於指標股的部分 台積電 聯發科 鴻海 像信華這種高價股 千金股王的部分的話 那就自然而然會帶來一些就是資金回流 甚至像是一些比較穩盤 聚集人氣的這樣的效果 那你拉千金很棒 因為拉千金 他可以拉動整個族群的一個比價空間 或者拉千金 他就至少代表是說 主力 敢買的人 敢買的這些主力 他們不是那種散 不是產戶哦 你一張信華就是200萬哦 190幾萬啊 只是取診數他200萬 你要用真槍實彈真金白銀 去一張買200萬的股票的話 在現階段你敢這樣拉 那就不會是一般的散戶 再去做的事情 所以現在目前的行情的話 我還是跟大家提醒 現在目前的指數 能夠漸漸的去做一個回穩 這樣一個動作了 那接下來的話 當然上面還是有一個壓力區 所以我還是這樣重申 避險的重要性 那接下來的話你就要留意說 那如果真的擋到壓力區之後 然後呢 是誰能夠來去做一個輪掌 輪動 接棒演出的這樣一個過程了 好 所以大人哥提醒大家哦 目前的這個盤勢呢 是出現了一個轉折的 這樣的一個跡象 但是上頭的這個壓力還是不輕哦 所以大家呢 在操作的時候 獲利跟避險一定同等重要 千萬不可以這個太輕忽大意了 好 所以呢 這個時候我要邀請所有的這個好朋友 務必要加入大人哥的Light 8 還有Tilgram頻道 有任何的問題呢 直接來找大人哥就對了 好 不管呢 你是要這個空手的 有資金的想要進場 或者是呢 哎 你想要來換股操作的話 其實你都可以透過大人哥的這個Light 8 私訊大人哥 或者是利用我們的0800668085的轉線電話 那麼加入大人哥的團隊 調整持股 做持股見解 那麼這個時候呢 接下來的選股 還有買賣點的掌握就非常重要了 那麼我最近呢 真的覺得大人哥啊 是在我們投資台北股市上面呢 趨吉避凶的這個必備良方 為什麼呢 你看哦 你鎖定我們的YouTube頻道 明天早上的8點半 大人哥早點名 是不是帶給大家很多的這個 標股 甚至呢 要提醒你避開很多的危險 像最近的IC設計 最近的紅海 甚至更早之前提醒大家 避開 嗯 某某股票 好這個過去了 我們就不提了 但是 相信我 真的 你鎖定大人哥早點名 真的會有很多很多的這個 標股藏在裡頭 也會提醒你很多要注意的地方 另外呢 大人哥玩股 這樣一個不定期推出的教學單元 不管是看大做小有沒有 我們看台積電 但是去買他的售賄股 然後另外投本筆的概念 很多的這些美美咖咖 都可以讓你應用在投資市場上面 還有 期貨的操作非常的重要 不管你是要這個賺配息 然後要來節稅 甚至是要來做這個空方的操作 其實期貨都是一個非常好的工具 這也是為什麼呢 我們的忍者無敵 古魔力忍者無敵 聚寶期兩大單元 都歡迎大家一定要鎖定收看了 那麼剛剛大人哥你說 接下來誰會在這個 輪漲輪動的一個節奏當中 繼續的脫穎而出呢 最近似乎是大型股全脂股比較獨領風騷 中小型個股什麼時候可以出頭天 什麼時候輪到他們當家做主呢 請教大人哥 好 因為延續我們剛剛前面的看法跟說法 就是現階段的話 你會發現說 似乎是在由所謂的電子的全脂股 這種大支的大牛們 他們正在去做一個跌升反彈的過程 像台積電 你會發現說 他真的破了那個破到那個400多塊 416.5那邊的破斷低點之後 通通兩根就跳上來了 那他真的真的就是跌到很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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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只要輕輕100回來 然後就有這樣強彈的動作 所以就像聯發科嘛 你看連這種大牛股都可以這樣強彈 那當然 你如果再繼續看這個強彈的過程的話 你會發現說 有 盤面上真的有一堆這樣的股票出然出現了 就像我們這兩天跟大家說到的 你看普瑞就是4966普瑞KY 那他之前喔 他們曾經說到了他第三季會來去做一個庫存的調整 所以他大概第三季跟第四季都不會好 可是呢 也因為這樣的所謂的殺到最低最低之後 現在盤面上面來關注他了 因為我們之前跟大家講過 前天我 昨天還前天不斷跟大家講啊 就說 普瑞人家的普瑞是 是有辦法挑戰 那個聯發科的獲利的這種股票啊 那 普瑞的話你如果去看我們之前分享給大家的 我找一下 有沒有幫大家找出來 來 就我之前跟大家講到那個是這個 來 2022年跟2013年的獲利入股表 你去看一下我們那個表 他裡面的話 普瑞的話 大概預估明年的獲利的話可以看到69塊 大概接近70塊左右 等於說他明年就算 就算跟今年差不多好了 他也是一樣那個啊 獲利很好的 很好的IC設計啊 所以你就發現說其實資金就來拉這種股票 拉上去之後的話就咚咚咚 連三根這樣子往上拉上去 今天還漲停板 所以現在的資金正在拉所謂的跌升 然後呢超跌 然後呢很委屈 明明人家還不錯的股票的話 這種股票就在第一時間被拉了起來 所以這是普瑞KY的部分 那另外的話你會發現說 其實我們昨天跟大家講的AESKY 那也很委屈 因為他竟然在這一段時間 這一個月以來 跌了四成的股價 從千金跌到600塊 那跌下來之後的話 人家明年的獲利仍然是成長的啊 所以現階段來說的話 昨天的一個普瑞 昨天的那個AESKY 你就會看這是誰把他買回來 那個6781 昨天的AESKY 就是投信把他買回來的 所以現階段的話 我就跟大家說到了 有一些股票明明是對的股票 可是投信還在砍 砍的時候的話 你就留意說什麼時候止賣 或者什麼時候去買回來 這樣的動作 這就是很有可能是他的一個波段的低點 因為人家明明是對的 好的 可是呢 籌買面的干擾 讓他一個短線上面超跌的過程 這是要跟大家做說明的地方 另外我今天早上在那個 早上蛋哥早點名的時候 有跟大家說到 你不然支撤會他也喊空啊 那他在喊說 全球智慧型的手機市場 是啊 他的庫存調整會延續到 明年的第二季到第三季 而且估說 大家都還有需求疲軟的這個現象 可是呢 這個是空方的訊息對不對 可是呢 你會發現說 怎麼今天另外一檔股票 竟然是強勢漲停板 315的文帽 漲今天漲停板 對啊 明明手機不好啊 PA就不會好啊 那為什麼今天的文帽可以漲停板 為什麼今天的8086的那個 宏傑科 可以漲半根停板 快5%多6%多這樣子的狀況 那當然原因就是因為 真的有很多很多的預期 叫做是壞 頂多就是這樣子的 因為你看喔 那個新聞裡面還講說 那個最壞最壞就是 那個到明年第二季到第三季 可是他有講一句話 現在市場在看說 明年的出貨會恢復成長 滲透率會突破到六成 所以 開始不太反映所謂的利空了 或者說開始 大家期待說 最壞 什麼時候會壞過去 什麼時候會開始轉好 然後呢 這些相關的股票的話 就有一波這種所謂的超跌之後 的買盤去做一個進場的動作 所以 現階段的話 你就會發現說很多很多股票 在第一波的一個反彈行情 或者第一波的一個 上漲過程中 都在漲這種跌升反彈的股票 當然 我也很老實的說 你看3105的穩貌 他的第三季搞不好還是虧錢的 第四季搞不好還是 還是很 不太賺錢的一個狀況 所以你說他這邊 這邊會不會 那個就直接上去 我老實說很難 但是 這邊來說的話 他就是一個跌升反彈的過程 所以 接下來會變成是 大家都在反彈 可是反彈過後 誰才會有接下來的一個續航力 那我們正在關注的是 有續航力的這種股票 會是我們接下來的一個 操作的重點 好所以呢 大人哥講說 現在就是一個輪漲輪動 這樣的一個過程 那麼第一波 我們看到很多是跌升的個股 來做反彈 但是也不要忘記了 有的時候反彈 他可能就是放煙火 一瞬間的燦爛之後就沒有了 但是大人哥要帶大家來關注的是誰 反彈之後 還會有非常堅強的續航力道 能夠讓你不只賺一次 還能夠賺兩次賺三次 甚至是繼續的賺下去 當然我們要請教大人哥 怎麼選股囉 好 那其實接下來的那個選股的方向的話 我覺得前一陣子有跟大家講一些 就是觀念的問題了 就是接下來的法人在看什麼 他們在看的叫做是 到底誰第四季能夠成長 或者說明年到底誰能夠持續成長 所以這些相關的產業的話 會是接下來的輪漲輪動 就是跌升反彈之後的輪漲輪動的一些 很重要的一個關鍵的產業跟個股 所以我們之前就跟大家說過了 你看 我覺得一樣是看大做小啊 那看大做小的話 像台積電的收回股 我每次都要這樣子頓頓一下 因為我真的不會做台積電 但是呢 你如果看他的收回股的話 真的是一檔一檔 然後一個出去一個出去 輪動 所以你看喔 像前幾天檢測的部分也不錯啊 你看像宜特 宏康啊 最近這幾天的話 你會發現說 其實你看像四星KY 我跟大家說過了 四星KY不是叫你這個時間去做買進 因為你看喔 他的那個千金的地方 他的千金的地方很明顯就止步了啊 105塊 對啊 105塊他就是不想上去 不想上去的話 下來之後再上會比較好 所以你看他今天 那個大盤再漲200多點的時候 他今天點了一個7%給你看 可是我覺得這無關緊要啊 因為他到時候拉回來越深 然後守得越穩 那就會變成是他下一個 那個資金進去的一個 的內資去拉他的一個價位 所以我反而覺得是說 這些相關股票的話 你要好好把握這種 所謂的拉回守穩的 這樣的一個過程 因為他後續的成長力道 絕對是無庸置疑的 或者像是你看 65330金興科 那金興科的話 今天還是維持在相對的高漲的地方 可是之前那個什麼 我就跟大家說過啊 外資喊450塊的地方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地方 不值得我去做追價 因為430到450 欸很少欸 可是他如果是跌到了那個 月季線附近來說的話 那就看起來就蠻多的囉 因為他是一個成長的IP 他是一個受惠到美中晶片站的 Rexify的這個IP的廠商 所以他的成長動能 在明年來說的話一定是 那個維持一個高成長的狀況 所以有一些個股 我覺得就是在限跌段來說的話 我們正在等那個 拉回守穩的買點啊 對 M31也是 我說M31他 那個庫長股自己在喊 結果沒有買股票 我本來覺得他要跌 結果根本沒有跌 因為好像大家都在講說 什麼時候跌就要買 所以就不給跌這樣一個感覺啊 所以這就是要跟他講說 台積電的 受惠股票的一些相關的觀念 那另外的話其實 剛剛也有講到是那個鴻海啊 你看鴻台今天上漲的4%多 快半根停板啊 那他就是委屈的鴻海 他就是人家明明在轉型 不過我要跟他說 還是在跟他說 就是他的那個鴻海的營收 他的營收來源 目前還是在伺服器跟iPhone的這一塊 因為他是iPhone Pro的那個 系列的獨家供應商 那Pro真的賣得很好 所以他的營收跳上去的原因 是因為Pro的那個拉貨的動能 那電動車的那一塊的話 是他正在努力的方向 所以我看好的是鴻海 他接下來轉型到電動車的相關的 一些受惠的股票們 所以我一樣看好他的一個 就是我之前跟大家拍過專題嗎 你看像建漢啦 或像是以勝啦 以勝KY 他就是你看他今天原本是那個 幾乎要漲上去的 可是尾盤還是殺下來 可是至少現在目前看起來 他就是一個特斯拉也有 然後呢 甚至像是鴻海MIH 他之後也要有 他就是構建啊 那這種就是最直接的受惠股 以後的那個 營收獲利成長的動能 絕對是無庸置疑的啊 然後腹底也是一樣 你會好好關注這些 所謂的鴻海的受惠股們 所以這跟大家做 後續的一個操作的提醒的方向 當然有些股票 我就不在這邊說明了 因為我們要先讓我們的團隊會員 先領先卡位 先做進場 因為彭蒂關要減鑽石是我們現在正在做的事情喔 台北股市呢 目前在輪漲輪動的過程當中 第一階段是跌升反彈股先來做表現 但是大人哥帶大家要來佈局的 是在反彈過後 誰真正有這個上漲的續航力道 那麼在獲利的同時呢 台北股市還沒有完全的穩定下來喔 所以避險也千萬要注意 因此我們忍者無敵 古魔力忍者無敵 聚寶齊這兩大根源 邀請您務必都要鎖定收看喔 但是我想到了我的任務了 大人哥 我要幫大家謀一下福利啊 我屈指一算呢 十月份不只是我們國家的生日 同時也是我們忍者無敵的生日耶 而且我算一算三年囉 所以大人哥有沒有什麼樣的好康 要回饋給我們長期支持的這些粉絲 這些好朋友們呢 好那其實我早就已經是準備好了 因為我想十月份是光輝的十月 那十月份的話其實也是感恩的十月 因為如果你有看我們YouTube節目的話 你就知道說我們在三年之前的十月啊 就是我們的忍者無敵的節目正式上線 那當時間的話其實我覺得 蠻多蠻多的投資朋友支持我們 一路支持我們到現在為止 然後我覺得最近的行情真的是比較震盪一些些 所以趕快幫大家切這個畫面來 因為最近的行情真的震盪 所以我老實說 如果現階段來說的話 如果你可以運用期貨的避險工具就會更好 那當然有些人跟我說 平常沒有在做期貨啦 那如果你要叫我做聚寶期的話 會不會又額外要支出一筆費用之類的 可是我現在跟大家做一個說明 就是我們三週年慶 真的是三週年的慶賀 然後回饋的部分 我們特別幫大家去做爭取的三合一 那這三合一的部分的話是包含了目前有的 就是精準的買賣點的簡訊之外呢 我們額外的 這是額外全部都加碼送給大家的 叫做是古魔力的部分 那古魔力的話我們幫你做開通 全線的這樣的動作 甚至像是聚寶期 我們會幫你做直接去做開通 那你同一時間的話 你就可以同時擁有我們的精準的買賣訊號 甚至會有很棒很棒的古魔力APP 那第一時間三合一的方式 那用感恩回饋的方式回饋給大家 所以這是我覺得在10月份的行情裡面 那可以給大家的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 一個感恩回饋的地方囉 蛋哥我覺得你不只會抓標股耶 你真的很懂大家需要什麼耶 親愛的觀眾朋友 一筆花費三效福利 趕快掌握0800668085的專線電話 或者是直接透過Light 8私訊大人哥 我們三週年的感恩回饋 那麼送給您Coshin 還有古魔力 還有我們的聚寶期 真的 我只能說0800668085的專線電話 趕快打起來 或者是加入大人哥的Light 8私訊大人哥 今天要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 請原諒我這麼的衝促要做個結束 因為我也要趕快去把握 這一次三週年的感恩大回饋了 謝謝大人哥 謝謝 本公司與所推介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